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赖俊宏医师是中华民国家庭医学科专科医师 还有台南市立医院家医科的主治医师 更是戒烟治疗合格医师 欢迎赖医师 谢谢 那我们现在来先请教一下赖俊宏医师 现在我们刚刚讲到这个症状 其实是跟鼻子有关系 那请问鼻炎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症状 你可以跟我们分析一下吗 好 谢谢 首先呢 我可以聊一下鼻子的结构 鼻子的构造呢 它就是这样子 它有三块鼻肉 然后里面有一些鼻动鼻腔 它上面附满了黏膜 当我们黏膜有发炎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称为有鼻炎的现象 那通常呢 最常见大家就知道 流鼻水啦 鼻塞啦 然后打喷嚏啊 甚至有时候会头痛啦 甚至到底会咳嗽啊 各种都会这样子 那原来这些都可以统征于鼻炎 还有它的症状 那原则上我们会分成两大类 一类是比较过敏性的 过敏性的鼻炎 另外就是肺过敏性的鼻炎 那讲到这个过敏性的鼻炎 其实我们也要来请教一下 朱家华朱医师 过敏性鼻炎它的症状到底是怎么样子呢 因为我们讲过敏性鼻炎 它就是那个鼻子吸入过敏原 它采生了症状 那它常见的症状 那包括就是持续的那个打喷嚏 或者是流鼻水 那鼻子痒 或者那个鼻塞 这就是它常见的症状 好 所以像它流眼泪啊 然后打喷嚏啊 流鼻水啊这些 这些症状 其实感觉上好像跟感冒有点像 对啊 那它是不是感冒引起的 因为其实这两种病 其实很难区分啊 因为它们都会有流鼻水 那个鼻塞 甚至会有头痛的症状 但是还是可以做一些区分 例如说那个过敏性鼻炎 它会有喉咙痒 眼睛痒 那如果感冒的话 它可能会喉咙痛 甚至会发烧 那那个感冒 它的症状大概是维持5到7天 那过敏性鼻炎 如果你把过敏原把它移除的话 它可能症状很快就会改善 那如果它一直曝露在过敏原的话 可能会持续一段的时间 我讲到过敏原 那什么样子叫做过敏原 会引起这个过敏的症状呢 那过敏的原因很多 那其实我们台湾常见的是塵蚊 还有那个灰尘 那还有一些像猫毛狗 我们宠物的那个 的毛发都会造成我们过敏的症状 这个是塵蚊 是这个 塵蚊好像每个人家里面都有 是啊 那个塵蚊它有时候在我们的那个寝聚会 很多那个塵蚊这种过敏原 那所以我们就是要那个 常常清洗我们的那个情绪 那有的我听过说有的那个妈妈 每天都在洗被单 可是对于小孩子来讲 他只要一睡觉 他又开始可能就眼睛痒 就在那边揉啊 或者是在那边一直戳啊 甚至于有的孩子他可能还不太会动啊 他就在那边一直磨蹭一直磨蹭 那这样子那些塵蚊 我们有办法就是可以屏除嘛 你说这是过敏原嘛 那我们要怎样子离它远呢 有什么办法 那除了就是要常常清洗嘛 如果可以那个一个礼拜一次 那更好 那我们可以使用一下防蛮的寝聚 哦 防蛮的寝聚 刚成蛮是一样 那另外的过敏原 你要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猫毛狗嘛 很多家里面都有养宠物啊 这些我们的毛小孩无可避免 那他们为什么也算是过敏原 因为他那个毛发他们也会诱发我们过敏 那如果说我们那个检验出来 我们对猫毛狗毛过敏的话 可能可以例如说可以不要饲养这些宠物 那如果已经饲养他们的话 那可能就常常帮我们清洗 然后避免他们这些毛发 在我们的身体附近造成我们鼻子过敏 好啦这个是我最讨厌的 蟑螂 蟑螂也是过敏原 是啊 可是我们家里面很少看到蟑螂 还是它会躲在角落处 或者是它的排泄物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 是啊是啊 这样有接触到都有可能会产生过敏的症状 那还有其他的 这是植物吗 是 一般我们像校园里面都有这样 以前小时候拿来折腾雨伞 勾以巴草 勾以巴草 这个也蛮常见的 然后那一堆是 这个是什么 其实这个东西就要特别小心 像我觉得 像朱医师准备的这一格 它这个就是 像我们台湾温暖潮湿 温暖潮湿会长什么东西呢 就是霉菌 像我们房子啊 墙壁上面有很多霉菌 那霉菌包子一跑出来的时候 其实一吸入那包子 它就会发到过敏的反应 就会出现 所以像 为什么我们家里有时候放厨湿剂 不要太潮湿 因为潮湿会长沉满 也会容易有这种霉菌 的东西出现 那再来就是说 温度有时候太热 可能温度 要降温下不要太热 所以其实有些是可以避免的掉 有些是比较难避免 那 其实我还听过说 有的这个 家长 他是有过敏的体质的 听说小孩子 也容易产生过敏的状况 是啊 那过敏性鼻炎 跟遗传是有关系的 是啊 是啊 如果说 父母都没有过敏性鼻炎的话 那他得到过敏性鼻炎的机会 大约是百分之二十 那如果其中有一方的父母有过敏性鼻炎的话 他可能就到百分之三十 如果父母双方都有过敏性鼻炎的话 可能高达百分之五十的机会 都会得到过敏性鼻炎 我觉得同才有这样过敏性的现象 是为什么现在的社会 我觉得比以前干净了 为什么还会比较多的鼻炎产生 甚至于过敏性鼻炎的产生 因为有像空气不好 空气不好灰尘多的话 这些都是过敏炎 也会造成过敏性鼻炎 激励越来越大 比之前还高 所以您觉得是因为环境改变 环境变脏了 是不是也请教一下蓝医师 像这样子的一些症状 他在治疗上面跟普通的鼻炎有什么不同 治疗的部分 就是刚刚提到过敏性鼻炎 他第一一定要有过敏炎 像感冒症病毒一样 过敏炎一来 过敏是过敏炎一来 就诱发过敏症状 所以第一步就是要把过敏炎先隔除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环境 居家排在第一个所谓的原因就是这个原因 然后当然一旦已经发生了的时候 我们就可能要吃点药 像一些抗除脂胺 因为流鼻水是流 那在鼻塞呢 我们就去鼻塞的鼻冲血剂 那当然如果当我们吃药效果都不太好的时候 其实我们有时候用一个鼻喷剂 鼻喷剂大概有分两类 一类就是鼻塞 鼻塞的用鼻喷剂 另外有一种事情 就是做这个 大家知道类库鼻喷剂的鼻喷剂 就是这样来做一个比较长期 大概三到六有一的控制 是讲到类固醇 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类固醇一直我们感觉上 好像它用药之后 就开始会有一种依赖性 那它的副作用也会让我们 就是人体产生 就是认得那个药 然后就会变成说 以后对于 以后要用到更多的剂量 或是怎么样子 是不是类固醇这种用药 在这里我们有什么办法 可以尽量避免不要用到它 所以说其实我们讲最重要的第一步 就是我们要把环境先控制好 不要让它诱发 但是其实不用担心 因为我们早期的类固醇 有时候都用吃的 那吃的跟喷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因为吃经过胃肠吸收 然后全身作用之后 然后才让它过敏稳定 是啊 然后喷的是局部 就是把棉膜它直接效重 所以说局部的使用 第一个它就是直接用到鼻子里面 它的效果浓度也比较够 但是浓度够 大家又不用全身性浓度那么高 所以它等于是又有效 副作用又少的一个方式 所以这是鼻过敏的治疗 通常会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做 那如果只是单纯的鼻炎 也会用到这些吗 也会用到像 你刚刚讲的说抗主脂肪的喷剂 或者是说类固醇的药 也会吗 基本上一般感冒 我们不太会去用这些东西 而且鼻过敏 我们也不会马上用这些东西 它是慢慢的 它是一步一步 比如说这个药没效 这个药没效才会加进去的 而且有时候在真的很急性急 就算一个药它是双面刃 它当然会帮助到人体 但是它用的时间也不能太久 比如说类固醇 那你整个已经传起来 比如说塞住了 整个人没办法工作 昏昏沉沉的时候 你用一点药 两三天把它好下来 那之后我们再用一些 比较维持的药物 就不要一直用这么 类固醇药去治疗 再讲到这样子的话 其实有分年龄 当然 小孩子用药的时候 它是不是会比较轻一些 当然 或者是说年纪比较大 老年人用药会比较轻一些 会有这样子的分别吗 基本上像类固醇这种药的话 在小朋友大概都抓六岁以上 才会用鼻喷剂 类固醇鼻喷剂 为什么 他们的就是国外临床的建议 就是这个样子 是不是像类固醇这个药 会影响到孩子的发育 会吗 有些吃的比较会 全身性的比较会 但是重点的记者是 不要长期 有时候短期 即兴起用一下 其实对他整个病情的稳定 跟一些并发症的产生是有帮助 不要不会发生并发症 所以赖医师讲的这个部分 是属于鼻过敏的治疗的部分 是 那我们常常看到 有的人就是 就是当他在鼻子发炎的时候 然后他可能会揉鼻子 会就是流鼻水 还有你刚刚讲的头痛 那些 我怎么样子来分别说 知道说自己是过敏 然后把这个症状 把这个维持住 不要让它再更严重 像有的人 这个一痒的时候 就开始一直揉 或者是睡不着觉 会变成 黑白痕 变成熊猫眼 是 基本上是这样 这个有分成两个时段 十段 怎么分 有医生的时段 跟美医生的时段 有医生的时段 有医生的时段 有医生是白天的 白天发作话 我想最快的方法 还是说到诊所 找有经验的医师 才可以拿药 先吃稳定一下 那我们最怕的是晚上 晚上有时候 到半夜突然小朋友 晒得好严重 然后家里又没有药 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 那通常最重要是 第一个 环境还是先控制一下 比如说是 先把他一些枕头套 先换一下 那第二件事 就是说 我们可能可以用热毛巾 稍微热腹鼻子 这边比较温暖一点 他鼻肉 因为鼻肉要温暖的环境 他鼻肉就比较会收缩 你比较不会肿在那边 比较很鼻塞 是 然后你可以喝点水 那他这边黏膜 能比较润滑 不要那么干燥 那这种情况下 他一些过敏症状 慢慢就会比较缓解一下 是是是 那我再请教一下 朱医师 你有遇过的比较 就是严重的 鼻过敏症状 曾经是什么样子 那个病患是什么样子 小朋友如果鼻过敏 一大早就打 十几个喷嚏 那这样造成他生活的不便 然后他们 他们鼻子会痒 所以一直揉鼻子 有时候他们鼻子上面会有个皱痕 就被这样揉出来的 皱纹 对对对 皱皱子会皱着 这边有个皱子 啊 这么明显啊 就这样子中间一条横横的 是是是 那有时候他们合并 那个过敏性睫毛眼 所以他们会一直揉眼睛 所以像刚才主任讲的偶练一样 就是都已经会这样 对 是 那这样看起来就很没精神 怎么学习 对啊 会造成他学习的障碍 所以你看到的 现在过敏性鼻炎的 好发年龄 大概都是什么样子的年龄层 其实像那种过敏性鼻炎 有时候小朋友从小就 就甚至还有遗传 父母的遗传 所以有时候很小就会发作 除了的很小是 怎样两三岁 差不多 大概那个 看到学龄前 就会有很明显的症状 很明显 那如果那个 学那个 就在国中啊 高中有时候 症状有时候也是很明显 一早就起来 那个 上学 那吸到冷空气 然后就 打喷嚏 流鼻水就更严重 对 所以注意事 你觉得说 如果我们让这些 过敏的小朋友 或者是同学 他们在早上 起床的时候 先呼吸一下 温暖的空气啊 用热毛巾 像刚刚 賴医师讲的 这样热毛巾 这样子吸一下 温暖的空气 会不会改善他 打喷嚏的症状 例如说 可以 不要吸到冷空气 那例如说戴口罩 那这样都会 不要吸到 那个肮脏外面 肮脏的空气 会让他情况改善很多 是 针对这个 早上起床 这个 我睡个小小的见 我觉得不错 因为我发现 因为我们家也有过敏 所以我就用尽我的姿势 我去看 后来发现 因为我早上起床的时候 症状就会 但是他并不会那么严重 塞得很夸张 而且早上赶着去上课 比较没有空开去弄 一些比较缓和性的 但我觉得两件事做得好 会很有帮助 因为下床前 他看要穿襪子 还是要穿个拖鞋 比较脚 直接踩到冰凉的地 有时候那种地 他就又发 总觉得一发到地 就容易打喷嚏 另外是口罩 一起床先戴口罩 就是说要上课前 比如说你先穿襪子 然后做工 整个准备好 准备上学前 学校 因为一出去 像朱子讲 外面就是很多空气 温然 天河天火 然后又很冷 像前一阵子 冬天比较冷的时候 冷空气 用脏空气一吸进去 整个供一定会发作 所以就是 注意保暖 然后口罩要戴着 那有些小朋友 一起床就东跑 西跑刷牙 稍微塌脸 小外套 会更好一点 那我们在这里 刚刚讲到的是鼻炎 跟鼻过敏 其实还有一个症状 是国人也蛮常有 就是鼻痘炎的部分 是不是先请我们俊宏医师 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鼻痘炎又是什么 鼻痘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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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鼻痘炎就是鼻痘的一个肿胀 然后里面会蓄膿的一个状况 就是发炎的一个情形 对啊 那我们的鼻痘呢 我们可以看图 主要就是鼻子周围的一个空腔 里面是空气 外面有开口 可以到达鼻腔这样子 对啊 我们人体有四对鼻痘啊 从上面的话就是 眉毛中间有这个额痘 然后眼睛 眼睛周围有这个腮痘 然后眼睛下面鼻子旁边 有这个上寒痘 那颅底呢 有这个蝶痘 四对额痘 就是有空间的地方 我们身体里面 对 颜面骨 对颜面骨里面有一个空间 对啊 里面会黏膜 黏膜会分泌鼻水 对啊 会顺着这个 那个鼻痘的开口 然后往下流 正常的话就是清澈的鼻水这样子 嗯嗯嗯嗯 那如果发生鼻痘炎的状况呢 就鼻痘的开口阻塞啊 里面的鼻水无法 顺利的流下来 里面可能就会有细菌的滋生 产生一个鼻痘炎的清晰 所以赖医生我们平常人都会有 每天都会分泌鼻水吗 我都没有感觉到我有分泌鼻水 哦 他是自己流下去不会让我感觉得到 这样子吗 因为其实鼻痘啊 鼻腔都有黏膜细胞跟鲜毛细胞 它会不断的分泌鼻水 来调节我们这个 那个吸入空气的一个温度跟湿度 这很重要 要不然你一吸到这个很冷的空气 会很不舒服 对啊 我知道狗的鼻子都湿湿的 但是我们人的鼻子没有湿湿的 它是隐藏在里面就对了 它是直接在里面 说的观察的蛮好 狗鼻子湿湿的 蛮好 这跟这个是不太相同的 或许狗因为它的嗅觉很灵敏啊 它那个需要一些液体 在表面上面 才会吸收比较多 才可以闻的种类比较多 可能不太一样啦 可能想太多了 好 好 那鼻痘炎是 像您讲说是在里面肿胀发炎 是 但是它不是空的吗 怎么会在里面肿胀又发炎 大部分会肿胀的原因呢 大部分就是有感冒 感冒的话细菌会沿着鼻腔 然后到达鼻痘 是是是 另外如果有过敏的状况 这个鼻黏膜也会肿胀 把鼻痘的开口阻塞 这时候也会有一个细菌之身的情形 所以鼻痘里面充满的是空气吗 是的 就是我们让呼吸进去的空气 它也会流通到里面这样子 所以如果它阻塞的话 等于是说没有办法 我们的正常出入空气的话 就会影响它里面的环境这样子 让它有细菌之身 感染了之后呢 感染之后 通常有鼻痘炎的状况 我们可以观察到的症状就是 会有浓鼻涕 也就是会有黄绿色的鼻涕 那时候我们有时候会以为它是感冒 可是不是 有黄色绿色鼻涕的时候 就有可能是鼻痘发炎了 有黄绿色鼻涕的话要小心 如果真的感冒的症状持续很久 要伴随鼻塞黄绿色鼻涕 甚至有些头痛的症状 我们就要小心是鼻痘炎 是是是 那还有一个就是您刚刚有讲到说 嗅觉的部分 是 鼻痘炎也会让我们嗅觉丧丝吗 对啊 有一些病人会说 那个自己有闻到味道 这还是蛮常见的 另外有一些恶臭 它会闻到一些比较臭的一个味道 蛮久的 这我们也会怀疑是鼻痘炎的情形 所以当你在临床上面 你遇到就是鼻痘炎发生的年龄层 大概是什么年龄 比较有可能会有这样子的症状产生呢 年龄层嘛 以如果看诊的病患来讲 小孩子会很多吗 小孩 其实小孩成人大概都有 都会有 对啊 一些工作比较劳累的上班族 似乎有一些很明显的一个鼻痘炎状况 对啊 所以像鼻痘炎 它症状像您刚刚所提到这些症状来讲的话 我们如果觉得自己不太舒服 其实还是要找医生先看 对不对 因为像这样子 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感冒还是鼻痘炎 只知道说现在这个症状可能是我们可以怀疑 但是还是请医生来做诊断会比较好一点 对对对 我们在诊所我们可以用前鼻镜看到鼻黏膜 是不是有红肿 看里面是不是有一些蓄膿的一个状况 对啊 那鼻痘炎发生的比较严重的时候会怎样呢 就是发作比较严重的时候 比较严重的状况 如果真的拖了很久没治疗 比较少 可能会造成这个眼眶的一个发炎 甚至那个颅底的发炎 就是脑膜炎 比较少 脑膜炎 对 因为那个蝶痘跟脑膜很近 是的 所以像你刚刚讲说那个蓄膜蓄在那个地方啊 鼻涕都在那个地方啊 就容易引起脑膜也一起连带的被影响到这样子 有机会 那怎么治疗呢 鼻痘炎跟我们刚刚讲的鼻过敏的治疗 有什么不同之处 鼻痘炎因为我们说是一个细菌的一个制身嘛 所以我们首选的话当然是选用适当的抗生素 针对比较容易发生鼻痘炎的一些细菌 使用抗生素 另外就是去冲血剂可以帮忙这个鼻痘开口 抢通 让它比较顺一点 还有就是这个抗组织胺的使用 让鼻水不要分泌太多 这抗组织胺其实有时候 你如果用太强 那可能就完全没有鼻水了 这个也不太好 那些细菌没办法冲走 如果用太少没有用 对啊 所以要适当的一个抗组织胺 所以 没有用到像刚刚讲的 那个比过敏的肋固醇类的药品 不太一样 肋固醇其实也可以考虑 就是在这部分 你们也会用到这样子 比较后面 如果真的那种肿脏 无法消除的话 或许会考虑用肋固醇 是是是是是 那另外还有像 我听过说鼻痘炎的治疗 有时候会需要开刀 那又是什么样的情况 才需要做到开刀的手术呢 对啊 因为我本身是教育科医师 但针对鼻痘炎 还是以内科的介入为主 通常用抗生素啊 用这些药物可以治疗大概9成的病人 尽量就是说能够用治疗的方式来缓解他的症状 对可能抗生素的疗程大概一两个礼拜 这是需要的 那如果真的对药物的反应不好 变成一些三个月以上的慢性鼻痘炎 就是长期的变成状态比较不好的情况 对就要用手术 主要的原则就是让鼻痘开口可以畅痛 那是不是我们也请赖士来给我们补充一下 如果像鼻痘炎比较严重的状况的时候 到底什么样的状况 才会考虑到他需要动手术 是 其实鼻痘炎的 他基本上 就像赖俊宏医师讲的 他是一个细菌的感染 所以他最重要的首选是抗生素的治疗 就是把细菌给杀死掉 但是有些人的鼻痘炎很严重 就是说有些人他鼻痘炎会头痛 那可能整个脓都流不出来 这种情况下的时候 我们刚才有提到我们鼻腔的结构 他就是这样子 有一个俊宏那一师有提到 他有鼻痘有开口 那有些人他很严重的时候 这个开口就会有一个阻塞的现象 阻塞的现象 阻塞的现象这里面就会续脓 那因为里面续脓的时候 我们头就会肿胀 脸就会肿胀 然后头就会痛的现象 那所以说我们目的就是 有压破到 有压破到 所以我们目的就是要把这个洞打开 让脓能够流出来 等于是有点类似轻创的作用 脓就不会系在这个里面 那通常呢 我们用药三个月以上 然后变成一个慢性鼻炎的时候 才会考虑到手术的部分 对 否则一开始还是以吃药为主 那但是重点是就来了 因为我们要记得 鼻痘影它是个细菌的感染 所以有时候我们把它打开之后 像我们手络有一个脓 你把它切开脓排掉的时候 还是要吃消炎药 那整个发炎稳定之后 才算整个疗程结束 还是 所以有些人开完刀之后 就以为说 啊我就好了 就好了没事了 就没关系 其实这是不行的 还是要 要追踪一阵子才行 所以像这样子 您刚刚讲的 它是一种细菌的感染嘛 然后让它发浓这样子 那如果开了刀之后 只是把那个浓排掉 那以后我如果再遇到这种细菌 我是不是还会再来一次 基本上还是 当我们的联膜 因为它是 当我们联膜抵抗力比较弱的时候 它就容易有感染 但是手术后的特色在于说 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鼻痘的开口 已经被打开了 所以当我们续膜的时候 就不会像第一次的时候 都卡在里面 然后一直肿胀 反复不会好 是 是 因为它很容易有一个 顺的一个开口 就会把膜排掉 所以吃下去的效果 应该就会更好 但是 基本上 臨床上我们会发现 当它黏膜容易有感染的时候 它再发生鼻痘炎的机会 还是比较高 比较高 那我们再继续 蓝俊宏蓝医师再请教您 像鼻痘炎这个 它会有遗传性吗 或者说 爸爸妈妈有鼻痘炎 孩子就容易有鼻痘炎吗 炎似乎是没有这个遗传性的问题 只是 因为我们刚才说 过敏性鼻炎会造成 比较容易造成鼻痘炎 过敏性鼻炎又有遗传性 所以这连带的关系 或许 这个家族可能容易有鼻痘炎 或许是会的 OK 好 既然又谈到了鼻过敏 我们再回来请问 朱家华医师 像鼻过敏 其实它会引发很多的病症 比较容易引发的又是哪一些呢 像刚才讲的 鼻子过敏的话 它本身或许就有过敏性的体质 那过敏性体质的小朋友 第一个 他可能刚才讲的 他有过敏性的睫膜眼 他会常常揉眼睛 那如果比较更严重的 他可能气管都影响到 那甚至会有气喘的情况 就是过敏性的支气管眼 那有时候他表现在皮肤上 就有所谓过敏性的异味性皮肤炎 我们之前曾经有听过 专家或者是说学者 他们在建议说母亲要多喂母乳 那如果说多喂母乳 是不是可以避免孩子有过敏的体质 还是说会把这个过敏的体质 就直接传给孩子呢 您的认为是什么 因为我们小学科的观点 还是鼓励妈妈喂母乳 那所以如果妈妈 她本身有过敏的体质的话 通常建议在喂母乳的时间 那尽量就避免少吃一些 过敏性的食物 像例如像带壳海鲜 柑橘类那些 那会容易诱发过敏 带壳海鲜 比方说像是 虾蟹啊 蟹啊 那柑橘也会啊 柑橘也是种 它也算是过敏 像有人说奇异果也是 但不是说不能吃啊 只是不要吃太多 是 只要他少吃这些过敏的食物的话 其实还是可以喂母乳 因为母乳是最好的 对小baby来讲是最好的食物 所以如果说我们孩子有了过敏的体质 家长要不要先去检查自己 他可能会自己 并不知道自己有过敏的体质 是 那原则上通常如果针对小朋友而言的话 那如果怀疑说他有过敏性的体质的话 那当然是可以那个抽血 除了验那个医抗原之外 还可以验那个所谓的 验他的那个过敏原 那知道他到底对什么东西过敏 就是针对小朋友这部分 是 朱医师还有曾经听过说 有的人他平常 应该是说他小时候 没有什么过敏性的鼻炎 可是他到了 年纪大了 可能就是开始就学啊 高中以后大学以后啊 就开始觉得自己好像 特别容易 呃就是感 不是感冒 应该就是说就是鼻子痒啊 然后就是产生那些过敏的症状 这是因为人在一个年龄层到了时候 会体质会改变吗 还是压力还是什么 有可能有时候体质会改变 第二个就是他接触的环境 或许他小时候的环境很干净 那他长大时候到都市来 那空气比较脏一些 或许接触到一些过敏原 也会诱发他过敏性鼻炎这些症状 所以都市的孩子过敏的机会比乡村的孩子大吗 原则上如果是空气比较不好的话 原则上应该还算比较高 除非在乡下旁边有一些工厂的话 那也就不一定 像我们这样的话 就是最近在几个乡镇 有特别对于空污的这个部分 有做一些数字的调查吗 那在您的这个诊断的案例里面 会是这几个就是我们讲说高危险的乡镇 更多一些鼻炎鼻过敏的孩子吗 因为免质上如果在一个比较高污染的环境的话 过敏性的机会应该是比较高 不过说我们还建议就是小朋友要在外出的时候 空气不好的时候戴口罩 可以避免掉大污染那些过敏原 所以我们再回来再请教那个赖子方医师 像小孩子的这个鼻炎跟大人的鼻炎 我想小孩子他有时候比较难控制 真的很养他忍不住 他就一直揉一直揉 大人为了漂亮 有时候就尽量忍 很养再按一下这样子 可是像是这种情形 有时候会越揉越糟糕 越揉越可能严重 那我们除了就是药物上面的帮助之外 有没有什么良心的建议可以给我们的家长 基本上因为他一旦在揉眼睛的时候 代表说他已经诱发了过敏反应 那我觉得我真的觉得口罩是个不错的方式 因为有时候外面环境不是我们能决定的 我们只能决定最后一道关卡 就要吸入鼻子这道关卡 所以我想就是戴个口罩 是最方便的方法 那我们这里再来请教赖正光医师 到底鼻炎鼻痘炎还有鼻过敏 他们的区隔我们要怎么样子就明确的来做区分呢 他们三个合在一起都叫鼻炎 鼻子里面都发炎了 那鼻过敏最主要是因为过敏源进来之后 诱发他的反应 那他最大的特性是他会打喷嚏 因为过敏源一进来之后 我们就容易痒 然后就会咻咻咻咻 那流鼻水 通常一早起来可能会打七十鼻涕以上 然后就只流鼻水这样 眼皮就痒这样 这很明显的过敏了 是很明显的过敏了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的鼻涕里面又有黄黄的鼻涕 然后又会头痛 味觉又改变 闻到臭臭的味道呢 他可能就比较属于鼻痘炎的一个部分 有机会可能是鼻痘炎要注意了 是就要注意了 然后感冒 因为感冒的时候也会有一些症状 比如鼻塞流鼻水 但是通常他会有喉咙痛 头痛咳嗽的症状 是 有时候发烧 对 发烧 有时候属于感冒型的急性鼻炎 是 所以像我们刚刚讲到鼻痘炎 就比较厉重了 那我们再回头来请教一下 崔峰医师 这个鼻痘炎如果说我们平常照顾的话 要怎么样子来做 会比较能够就是 对有这样子的病患是好一点的处理呢 是 鼻痘炎除了在门诊 在家里其实我们会要求病人多喝水 然后多休息 多喝水的话 水分够的话 鼻涕会比较清澈一点 那温热的开水 可以让鼻黏膜比较消肿 对啊 那多休息会有这个抵抗力 自己本身的抗体也可以帮忙 这个鼻痘炎的一个改善 对啊 另外就是 当然要按指示服药 如果服用处方七天的药 你一天吃一天没吃的话 这个药物浓度不够 对啊 细菌没办法杀的干净 这很麻烦 另外就是戴口罩 戴口罩的话 可以把鼻腔的这个温度 湿度给控制住 然后预防一些灰尘 细菌的再进入这样子 另外在家的话 可以吸入一些热蒸气 就是成人的话 就是可以泡个热水澡 另外一些比较小的小孩 可以用个热毛巾 来热敷一下这个鼻腔周耳的一个部位 让它按摩一下 然后会比较顺一点 那鼻涕会比较顺一点 另外呢 就是我们 我们不希望病人 那个很大力的一个醒鼻涕 对 为什么 因为那个鼻痘的开口 跟这个耳炎管很近 有时候那个带细菌的膿 如果醒的太大力 会跑到中耳去 会引发中耳炎 啊 这样子很危险 对啊 另外 这个 这个图就是这个鼻冲洗 鼻冲洗 其实也可以对鼻痘眼有帮助 在家里面也可以做 对 其实 这个药局都有卖这种 比较简单的这个鼻冲洗的一个用具 对啊 原则上就是一个干净的温开水 消毒过的温开水 然后配成这个 生理水的浓度 对啊 顺着鼻子这样子流下去 然后头滴滴的啊 嘴巴打开 用嘴巴呼吸才会呛到 把那个浓给带出来 等于是说 让它经过我们的鼻腔 然后这样子冲它 让它 是 哦 这也是一种 我们可以在居家里面做的一个 就是 对 疗法 自己的疗法 像比如说工作环境很脏啊 其实用这个用完之后会蛮舒服的 对啊 对鼻痘眼的改善也是蛮有效果的 所以去医院通常医生会 如果有这个需求的话 医生会教我们怎么做就对了 是 是 OK 好 那我们再回头再来请教赖正光医师 是 刚刚也有聊到了那个鼻炎的部分 鼻炎也有刚刚讲的急性跟慢性之分 那慢性鼻炎又是什么样子一个症状 通常这些不管什么鼻炎 只要超过三个月以上呢 我们都会称为它一个慢性鼻炎 像鼻痘眼就算是 是就是慢性鼻痘眼 所以刚刚主席也提到 手术或吃药 通常急性期上个月内 我们大致上是以药物为原则 那三个月以上才会考虑手术 那通常我们会做一些比较详细的检查 比如说我们如果在诊间 我们会有一个内视镜 那内视镜的话就是说 从鼻腔这边呢 会进到我们从这个一个软管 它这个软管 然后就直接进到这个鼻腔里面 你看它就看到鼻腔里面的一些特性 就是它里面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就看得很清楚 就知道说 这个人为什么治疗不会好 他是不是已经不是单纯的鼻炎呢 有没有什么其他病发的问题呢 那我们通常里面要看到一些比较有趣的一些 就是说临床上比较常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 看起来水水亮亮的 泡泡的 我们如果看到这样子一个形态呢 这个属于比较比过敏的特性 比过敏它的黏膜是这样水水 所以你看喔 它一进来就啾啾啾啾 鼻水就一直流一直流流不停 因为它里面就是很多鼻水很严重 它这种鼻水不像刚刚俊宏律师讲的黄黄的 它就是清澈的水 清澈的 而且你看它里面也没有什么黄鼻涕 那如果说我们看到说 像这个 这个里面肉都非常的红 这两个对到前来 不像发炎的感觉 发炎的感觉 这里面都黄黄的 基本上它这个就引属一个鱼痘眼的特性 所以你看它这个开口已经被堵住了 所以它浓流出来都流得很不顺 所以就卡在这个地方 它变得很浓稠 那平常上我们会发现说 有些人他比过敏吃药效果就很好 有些人吃药效果就不怎么好 那有时候我们一照你看 像它这个鼻中隔 这是鼻肉的部分 这鼻中隔的部分 你看整个鼻中隔弯得好严重 这种样子是不是很容易打呼 基本上也会 为什么 因为通常我们打呼 是因为从呼吸到 到咽喉这地方有任何阻塞的话 它就会打呼 那所以你看 再幻成这个样子 它稍微一点肿胀的话 整个痘已经会晒住 容易会狗狗的声音就会出现 那其实这个更严重 这个你看 它这个骨跟肉的东西 还多一个淡淡透明透明 这已经有一个鼻息肉的形成了 息肉 就等于发炎太久之后 鼻粘膜亦产生一个比较不正常的增生了 是 那像这个就是皮铃 皮铃 台语声音说是小皮铃 就是鼻息肉 鼻息肉 这个是息肉长出来 这是已经长很大了 长很大了 是 那这是鼻中隔 这鼻肉 你看中间鼻肉好大 你把整个 这塞住了 完全塞住了 是 所以要把它取出来 所以等于是 你怎么吃药都没什么效果了 因为它整个都塞得很严重 所以这个可能就是需要动到外科的手术 就可能要考虑到手术的部分 所以我们一个鼻眼如果超过太久 是要没有效 我们通常就会很小心说 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需要去了解一下 看它到底里面是长怎样的 是 那通常传统上来讲 像这种鼻中隔弯曲 还有鼻肉比较肥大 这种的呢 我们一般来说会做一个 就是鼻夹肉的手术 就是说 我们可能就会把它这个比较肥厚的 这是鼻中隔 肥厚的鼻肉 那我们就会把这个鼻肉呢 做一点切除术 传统是这样做 但是问题是 大家知道现在工商社会 大家非常的忙碌 有时候 你开个刀 第一个要请三天假 够了全勤2000块 又这样每天1000块 5000块就没了 所以基本上大家要请假是 不过现在老鸡小比较好 三天的定价不要那么够钱 可是事情还是要解决 对 所以说如果我们想说要处理 那如果 如果说我们那个鼻中隔呢 像你看这个鼻 有些人鼻子过敏也要手术 为什么呢 你看它的鼻肉 鼻肉非常的肥大 可是鼻中隔并没有很弯曲 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试着先把鼻肉 做处理就可以了 那这时候我们可能就不用 像以前要动这个刀 然后要去住院那么麻烦 那怎么办 那我们现在有比较新的方法 还有别的方法 别的方法 就是专于针对鼻肉 就是我们鼻中隔是比较正的 或是稍微轻微弯曲的 那我们就可以用雷射的方式 就是说用一个二氧化碳雷射光 直接把这个鼻肉呢 做一个烧镯 那这个原理就是 鼻肉很嫩嘛 那你把它烧过去之后呢 因为二氧化碳 其实这个就是讲到中医不一样的地方 中医他们那个烧 其实他们有时候是用 艾草的字 化学的东西烧 那深度上的掌握 其实他们的烧 基本上也是会有效啦 只是深度上的掌握 比较不像我们用二氧化碳雷射 这么的精准 比如说烧几AM就几AM 不会烧过头 也不会烧别的地方 比如说你看 我们今天如果要烧鼻肉 我们就烧鼻肉 我们并不会放进去 整个都会影响到这样子 所以说就是它会比较精准 而且它因为你看我们鼻中隔 在这里嘛 空间这样子 你只要少一点点的时候呢 基本上它就很通畅了 那但是问题是 早期这个烧完之后 鼻子很多结痂 因为把黏膜烧过去嘛 还有很多结痂 所以现在新的方法是 叫做这种射瓶 射瓶的热铃手术 就是说我们会把这个一个探头 直接呢 吃到鼻肉里面去 吃到鼻肉里面去的时候呢 它并不是伤害黏膜 它是把里面直接把它热凝掉 让它收缩 然后结痂就掉了 这种方式 那这目前呢 所以科技的进步 对治疗 让我们的生活呢 就会比较单纯 那当然如果说 这样的手术 这种比较一个 比较保守型 或比较一个 比较伤害没那么大的手术 效果不好的时候呢 我们再进一步 进到动刀 也不会那么 就不会太慢 也才是可以做手术 像有些人做完这些雷射手术 三个月后 如果还没有进步 或半年没有进步 我们就会考虑说 是不是可以用手术 就没办法用这种方式 好不可以用手术的方式 那另外一个就是 如果我们像刚才看到这一个 它已经有一个鼻息肉的时候呢 鼻息肉的时候呢 像我们刚才的雷射或热铃手术 或是传统这种 切鼻肉手术 等于效果不OK的 因为我们只能切肉嘛 可是它息肉已经展形成了 怎么办呢 我们就需要用这种 叫做内饰镜手术 这一语说开刀房的图 不能够随便拍出来 这就是一个示意图 就是说我们用内饰镜的方式呢 进去里面呢 就把那个 长出来的这个毗铃 鼻息的部分 我们就进去 从根部呢 整个把它手术下来 那这个东西又有什么特别呢 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内饰镜呢 因为早期的时候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验 因为现在科技又有进步 大概在20年前 手术已经不一样了 在20年前 那个时候手术是什么呢 从牙齦切开 整个脸翻起来之后呢 敲到头骨里面去 然后把那个席肉整个挖掉 所以为什么以前说 很怕要开在鼻子里面 开到蜿蜊跟蜘蛛 不怕要开到 整个这样翻起来好可怕 因为它整个要翻上来 算那么严重 可是在15、20年前 慢慢这种内饰镜手术发展之后呢 这种手术的量就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所以现在开刀就是 可能就比较轻松 用内饰镜进去把那个席肉修掉 这样就OK了 所谓的轻创 就是比较轻微的那种 微创手术 但是微创手术 但是这个还是要很小心 要很有经验的医师 为什么 因为刚才我们有提到 薛容医师有提到说 你感染的时候会脑膜炎 眼睛会肿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 它这个 我们的鼻洞呢 鼻洞在这个地方 它往上呢 其实这个就是脑的地方 你看这个就是薄薄的一片骨 在这里而已 那这个眼球上下也是薄薄的一片骨 所以在怎么安全的手术 你手术的过程中 还是要很仔细 要很小心 是是是 这个是鼻炎 慢性鼻炎 我们要处理 像你刚刚讲席肉那部分 是是是 可是我们也有听过说 鼻子曾经就是因为 席肉它那个 恶化变成鼻癌是不是 要怎么样子 像鼻癌是怎样产生的 其实基本上 癌症这个东西 它通常都带有点基因性 不管是鼻炎癌 鼻癌 口腔癌 为什么现在的那个基因研究 这么的丰富 就是因为 它 像有些人 你看喔 我们发现有些人 抽一辈子的烟 到80岁 用了一辈子的烟 肺功能还是很OK 当然 很少数 大部分人肺癌还是不太好 但是你可以发现 为什么有些人抽烟 抽很久也没什么事 可是有些人抽烟 大概五十五十岁 就肺癌 或什么 其实基因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那一般鼻炎 是不是会变成鼻癌呢 基本上从这样的角度来讲 是不太会 因为它并不是说 发炎它就会变成鼻癌 这样的东西 对 什么样子的情况 它的基因 我们台湾的人 有哪一部分的人 基因它鼻子比较容易发炎 是有这样子的吗 基本上鼻癌 以鼻腔的癌症来讲的话 鼻癌癌 你刚刚说鼻癌癌 鼻癌癌 鼻癌癌 其实是比较多的 因为鼻癌癌这个东西是非常少见 但鼻癌癌就蛮常见的 在整个这个 像 从这个 这个 广东广西 香港 台湾 东南 这边 其实这边的人 它的基因的特性 还有饮食的特性 譬如说 咸鱼啦 香港那边的鼻癌癌就很多 你说像 广东 广东 广西香港 因为它们吃虞癌 胭脂的咸鱼很多 加上基因的关系 他们的鼻癌癌的量就蛮高 那这样子 日本人不是也会很高 对 所以来说基因很重要 日本它们也很喜欢吃这一类 很胭脂鲜 可是它们并没有说那么高的量 所以是 你刚刚讲说 像客家族群的这个部分 没有说 还有客家族群 以台湾的研究来讲 客家族群 其实也是一个 比較要特別小心的一個族群 你說跟飲食有很大的關係 就是基因的體質還有飲食很有關係 那其實我覺得這個東西 有時候我們也不會測試基因怎麼樣 但是我覺得我在提醒大家 就是說其實鼻炎奶或鼻癌 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說 我們趕快注意說 會不會有常常有一些像流鼻血啦 流鼻血 那咳出有血或醒出有血 我們就要注意一下 另外一部分就是說 像脖子啊 有時候可能是抹脖子的時候說 怎麼抹起來怎麼硬硬的啊 那有著一些硬塊 這項我們就要特別小心 是啊 那通常如果我們在診間 如果真的流血太久 還要秀這樣 大家看一下 因為有時候我們就做這個檢查 因為這個檢查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像剛才過敏鼻息肉 濃鼻涕什麼都可以看得出來 那那是我們平常就是去一般的耳鼻喉科的診所 就可以要求要做這樣子的檢查嗎 基本上的話 這個設備是基本上現在診所全部都會有的設備 那醫生當然會看它的狀況 譬如說我們在臨床上看到很多小朋友 媽媽就很緊張 哎呀我小朋友怎麼昨天晚上一睡覺起來 整個床上都是血啊 非常很恐怖 那基本上我們 如果小朋友來講 臨床上發現大部分都有點帶著過敏性 因為晚上睡覺的時候鼻子癢嘛 然後就好癢好癢 一揉然後睡一揉 一揉揉 揉到流血 然後就是一灘血這樣 那通常就是父母親不要太擔心 小朋友一般檢查上要長到長 長東西的機會不大 不大基本上很少 所以說我們就是一般都是揉 全面的血管破掉所造成的 那晚上睡覺的時候 對這順便提醒大家一下 很多人覺得流鼻血的時候 我們傳統是覺得壓這個地方 這個這樣鼻骨高到這個地方 然後冰這裡 但其實不是這個樣子 因為我們血管的位置是在比較下面的 所以大家念的時候一定要記得 是把這兩個鼻翼把它捏扁 捏住 才能壓到流血的地方 然後呢 當然前傾也可以的 其實往後也OK 但往後就是怕小朋友會嗆到什麼 但如果再前傾然後壓住鼻子 嘴巴呼吸 然後冰敷 冰敷額頭這裡 我會建議冰敷鼻子 冰敷鼻子 因為我們是利用 譬如說我們這邊流血對不對 流血的時候呢 我就是用手把流血管壓住 然後用冰塊壓冰敷這個地方 那靈血會比較快一點 是是是是 那如果說大人的流血的話呢 真的超過三天一個禮拜沒有好 那我想我們就可能要到診所檢查一下 好 那我再回頭來請教那個朱家華朱醫師 我們知道小朋友 一般就是在這個季節轉換的時候 像他這種感冒的症狀 就會讓這個小兒科 兒鼻後科就塞滿了人 那像如果說我 他不是就是平常的那種過敏性的那種鼻炎 像一般的感冒的話 是不是有一些可以我們在居家可以照顧啊 或者是說像遇到那種不是那個醫生上班的時候 我們可以怎麼做 如果是一般一般的感冒的話 原始上第一個是多喝水 那看他有沒有發燒 那如果只是輕微的咳嗽流鼻水的話 有時候多喝水多休息 他可能自己自己就會好 但是如果有發燒的話 精神情況不好 那可能還是自己早就醫比較好 就去掛急診了這樣子 如果是晚上的時候就掛急診了 那所以我們如果小孩子 平常我們觀察並沒有特別的過敏體質 我們就其實就是照您說的 給他多喝水多休息 一般 那營養充足多喝水多休息 其實這樣一般的小感冒應該都OK 所以如果是老人家的話呢 像這種感冒的話 是不是危險性會比孩子更高一些呢 如果老人家他就合併一些 例如說邁進疾病 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的話 那有時候他就怕誘惑一些病發症 所以還是要特別注意 是 所以我們一般在居家照顧 感冒是我們一般最常見的一些 遇到的病症嘛 我們台灣的鼻痘炎 發生率算高嗎 這個其實沒有一個很確切的統計 沒有說跟其他國家來做一個比較 是是是因為這是感染性的疾病 對比較沒有這方面 對 那再回頭請叫賴三芳醫師 像我們剛剛講到這些 跟鼻子相關的這些病症 有沒有其他的 您研究出來的一些治療的方式 您說自己家裡面也有小孩子 曾經有這樣過敏的這樣症狀 是不是也要跟我們分享一下 您覺得如果說我們在居家裡面 我們要怎麼樣子來做一些 其他方式的一些照顧的辦法 其實基本上 因為感冒就是有感冒才會 像治療嘛 是 那居家的治療 大部分還是以過敏為主 那過敏的首要就是避免過敏炎 所以我剛有提到 像一個環境要保護它的溫暖 不要讓它太潮濕這樣子的狀況下 它會比較好一點 就過敏比較不會直升 像塵蠻、黴菌 那另外就是像早上起床的時候 我們就注意保暖 那有時候外出早上比較早 可以戴個口罩保護一下 那當然多喝水、多運動 都是蠻重要的 所以我們其實今天總和講起來 鼻炎的部分 是我們民眾常見的一個病症 那剛剛醫生也都有跟我們分享了 怎麼樣子來做症狀的一個判斷 或者是說治療的方式 也有稍微跟我們介紹過 那是不是有一些例子 就是您處理過的例子 就是曾經因為沒有按照這樣子的治療方式 影響然後變成更嚴重的情況 我覺得大部分就是像 鼻過敏這個問題是蠻嚴重的 有時候基本上他不是完全靠吃藥 就會完全治癒的一個疾病 環境也很重要 那也是啊 有些小朋友他就是反覆的吃藥好了 遇到過敏越嚴重 吃藥好了遇到過敏越嚴重 所以長長大的一個比較長大的時候 他的鼻肉就腫到一個很誇張的程度 就整個曬住了 那這時候就不得已 就是一定要用一個手術的方式 才把它做一個比較完整的處理 那像感染的 像我們菌宏賴醫師所提到的 他這個 以前的什麼腦膜炎 眼周 這個農氧 因為藥物的進步 還有一些診斷方式的進步 基本上這些東西已經變得非常的少了 除非在一個比較偏僻的地方 才會這樣子 臨床上現在在 基本上在彰化行醫這麼久 已經很少了 那之前也曾經有聽過說 有些人因為鼻子的關係 會有呼吸中止症 那是不是也是跟您剛剛講的鼻中隔有關係 其實只要從鼻子吸進去 到這個氣管這一段 它有任何一段有阻塞的時候 我們會想像那個吸管 如果整個很通常的時候 土跟吸都OK 如果哪一段壓扁一點 是不是有個咻咻的聲音就出現 所以只要這一段有任何阻塞的時候 它就容易有打呼的現象 打呼比較嚴重就是呼吸中止嗎 還是怎樣 打呼很嚴重 代表它已經有中止的前兆或機會了 已經比較窄了 那如果再更嚴重的話 有時候更不順的時候 或睡覺的時候 因為姿勢的關係有壓迫 它可能就會有一個中止 就是說吸一吸突然間就吸不動了 然後再用力 才又吸起來 這種中止的現象 我覺得有聽過人家講說 那個打呼的聲音 有的人打呼的聲音跟吵架一樣 就大聲就大聲 其實它那個就是表示它鼻子的構造 有被阻塞到了這樣子 其實鼻子只是一個部分 我應該這樣講 如果整個呼吸道都影響對不對 那鼻子是第一個 然後再來是我們的 這個扁桃線這個位置 如果我們大家把嘴巴打開的時候 扁桃線的地方會不會比較窄的 一個位置 那另外是舌根 像我們睡覺的時候 舌根往後倒啊 就會壓不到氣管 所以這三個部分 任何一個地方有阻塞呢 就很容易誘發這種 掌握的現象 是是是是 那所以今天我們聊的這幾項 其實都還算是我們國人比較常見的病症 那有最後要跟我們觀眾朋友呼籲一下 我們要怎麼樣子來防護嗎 最後簡單的跟我們呼籲一下 是是是 那我我我建議是這樣 就是大家注意保暖 多運動 然後呢 要多喝水 那有抽孕的人一定要解嚴的 是是是是 好那今天非常謝謝我們賴正光賴醫師 謝謝您 謝謝謝謝 謝謝我們朱家華朱醫師 也謝謝賴俊宏賴醫師 謝謝你們 那今天我們了解鼻炎 還有了解過敏性鼻炎 跟鼻鬥炎 大家都清楚了嗎 記得哦 應該要多喝水 多運動 也要常常這個保暖 好 祝福大家都有個健康的身體 今天我們出名一星來開槓 就到此告一段落 咱們下次再見了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